今天暴露的,到目前为止,阿迪丹说他要做一个清廉的政策,但是他还是延续百毛当年的政策,就是贱卖政敌,这六周刚才庆委所暴露的,加上我在斯尔鲍博所暴露的, 那一片267英模的政府底贱卖,被贱卖,如果我们跟斯尔鲍来比较,萨拉越人民已经损失了六亿四千万,而这六亿四千万也变成了恒党的私利,所以在这种很明显的,阿迪丹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改革沙州的 政府的错误,经济政策,还是建卖国产给恒党 他可能 他可能